就是每一條都是活生生的人命 而且不講法治 這邊好像野蠻之地一樣 莫名其妙就被殺掉 到底西方世界的國家 要怎麼樣看待這個事情 美國要擔心嗎 擔心你又能怎麼辦 要怎麼處理呢 賴教授怎麼看 不只美國擔心 台灣也要擔心 因為如果這個局面 一直往南延伸的話 那麼或者是已經爆發了 嚴重的內戰 或者是伊拉克整個 目前的政府軍潰敗 往南走的話 那我們很明顯的看到 這個石油的供應 就會出現問題 又是石油的問題 對石油供應 一旦出現問題的話 油價勢必會上漲 所以這個情況 不只是美國擔心 全世界台灣也要擔心 這是我們目前觀察的 就是說油價 如果一旦整個伊拉克 出問題油價上漲 現在美國更擔心的問題 在哪裡呢 美國更擔心的問題就是 如果整個伊拉克淪陷 也就是被ISIS 他們說就是這個遜尼派的這個 原來是蓋達組織的一個分支 他說整個佔領的話 那麼以伊拉克豐富的油 豐富的油 那他可以獲得 這個豐富的油之後 他很容易的 他就可以去買到非常多的武器 他可以再發動 比911更大好幾倍的 國際間的恐怖主義行動 還要更大 911的那個組織 就已經夠恐怖了 說如果這一個組織壯大起來的話 會更凶狠啊 因為之前在賓拉登的時候 他是用自己的錢 家族的錢 主要是自己的錢 所以他的經費 即使很龐大還是有限 可是你想想看 現在是用整個 伊拉克的石油的錢 就不一樣了 不一樣 所以美國現在苦惱到不行 那麼我們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個整個會改變中東局勢 而且中東會亂得很嚴重 是在這裡 我們先看到敘利亞 敘利亞因為內戰的關係 已經造成幾百萬的難民 本來國際間的焦點 都放在敘利亞 好 那敘利亞的反叛組織 也就是反對政府的反叛組織 原來就是這一些 歐美他們所支持的 這個反叛組織 好 現在伊西斯 就是這個反叛組織中的一支 所以當時歐美這些國家 有明的或是暗的 是幫助這個組織的 是的 還有沙烏地阿拉伯 海灣國家 他們有 因為他們都是遜禮派為主 所以他們有明的或是暗的 支助他們 所以這一群伊西斯的反叛組織 用的很多武器 幾乎都是美制的 但現在那個時候 美國人沒有想到 他們這個是管不動的 是會有這樣子的行為嗎 當時就知道 裡面有一股是蓋達組織的 當時就已經有 一直在提醒說 這是蓋達組織 要小心 好 但是問題就在於 他們主要的敵人 是敘利亞政府嘛 所以美國的主要敵人 也是敘利亞政府 所以支持反對派來打擊 這個就是變成主要敵人 所以吃藥敵人 變成我的朋友了 好 現在吃藥敵人 轉過來變成 美國的主要敵人了以後 敘利亞跟伊朗這個主要敵人 美國現在開始考慮說 是不是請伊朗出兵來幫忙 但是美國又擔心一件事說 如果伊朗 因為伊朗 我們在上禮拜有講過 伊朗是什葉派 好 現在是不是請伊朗 來幫忙的時候 伊朗如果來幫忙的話 其實伊朗也願意幫忙 因為他也知道 如果這邊是壯大起來 他也會倒楣就對了 好 所以伊朗的核問題 你要不要放一手 哎呦 就又是要談判了 最近就是7月20號到期了嘛 好 伊朗的核問題 要不要放一手 第二個 如果伊朗進去了以後 順便把伊拉克併吞進來 怎麼辦 哎呦 所以 這時候到處都沒有辦法 那怎麼辦 好 第三個問題就是 伊朗如果進去的話 海灣國家的遜擬派 你看還得了的話 也進去的話 那不是變成伊朗 在美國的支持下進來 海灣國家跟美國 是傳統的盟國 然後也打進來 然後美國支持伊朗 去打海灣國家 那他不能放手不管嗎 因為你這樣講 真的沒有得解 因為你讓了這一邊 結果之後這邊 也會是個麻煩 是的 沒有一邊是對的 未來中東很有可能 會變成一個情況就是 這個敘利亞有一支部隊 是從這邊進來的 對 好 這邊伊拉克的北邊 他從這邊進來 進來了以後 這個庫德族 因為他們的紀律比較嚴明 所以他們的勢力比較大 好 那庫德族控制住了 庫德族如果借這個機會 他跟土耳其這邊聯合起來 獨立了 那請問怎麼辦 就是一個新的一個獨立的 一個地區 那土耳其又被捡住戰爭了 哇 那全部都被遷進去了 是的 可是土耳其是北約國家 一旦他捡住戰爭的話 對不起 北約國家要介入 對 一定要介入的 那介入那個錢 北約現在每個國家都窮 那北約怎麼去介入這個地方 好 所以這個地方很有可能 庫坦四族就是我們叫庫德族 藉這個機會就宣布獨立 好 他一宣布獨立 你看白色的這一塊就是庫德族 那麼又把伊朗拉進來了 哎呦 反正就是好像不拉都不行 不想不拉都不行 好 伊朗就又介入這個戰爭 然後你說又要怕他壯大起來 美國也不能不管 是的 然後敘利亞我們剛剛講的 被往伊拉克這邊移動的時候 那什葉派敗退 伊朗又進來的話 然後這個是沙烏地阿拉伯在這裡 遜尼派又介入 那不是整個一團亂 那我們就看到了 那很多人就在問了 那你會看到這個結果 你當時2001年2003年的時候 你美國英國為什麼去打人家 所以很多人在問布萊爾 說你們到底在幹什麼 現在要成立一個調查會 來調查布萊爾 你這個英國首相 當時是怎麼跟小布希 你們兩個人去搞這塊 搞成這個爛攤子 留給我們後代人來去處理